各位观众,欢迎收睇《温馨传万家》,我是Mina,李识萍 在这期的《温馨传万家》,我们将会和大家探讨药物治疗管理服务 请到的嘉宾是华人保健计划的药祭师张永婷,女士 Hi Bernadette,欢迎来到《温馨传万家》 多谢你邀请我来 说起,你加入了华人保健计划多久? 我现在加入了一年多的时间 你也是新员工,很新,看你也很年轻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们的药祭师是属于华人保健计划,不是东华医院? 因为我们每个保健计划都需要一些药祭师对药物算是专家 来判断有什么药是需要放在这些处方杂里面 和其他医生一起合作的 尤其是这些药物治疗管理服务 很多时候在药房、医院方面那些药祭师实在太忙了 没有这些时间单对单地和会员、病人分享他们吃药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在保健计划方面找药祭师来帮忙 另外可以单对单,慢慢和病人聊 我相信大家有去医院都知道 一般去药房排队,拿完药,药祭师可能跟你说两分钟 最多一分钟两分钟,你就要下一个了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华人保健计划呢? 我为什么会选择华人保健计划呢? 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 用来服务我们的华人社区 因为很多药物上的资讯都没有中文版本 很多我们的华人食药方面都不知道 太清楚自己是服用什么药 药物对它有什么影响 所以我觉得借着我们这个华人保健计划 有这个服务可以帮助大家更加认识 为何解答他们对药物上的移民 是很有意义的 你刚才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真的,我们的新移民 平时一般的英文可能都没有那么好 还要看药物,连名字都读不清楚 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 就说起这个药物治疗管理 到底是什么?麻烦你解释一下 好,我们这个药物治疗管理服务 就是一个为了帮助会员更加认识 更加理解他们在吃的药物 大家都知道病了 就会去医院去看医生 医生就会帮你诊断 帮你判断你是吃什么药 会帮助你的病情 但是如果拿到药回家吃得不正确的话 那变成效果没有那么好 我们这个服务就主要是 帮助会员更加安全地 正确地服用他们的药物 这个服务大概是 有个叫综合药物检查 大概用三十分钟的时间 给我们的会员和药剂师 即是我或者其他药剂师 见一见面 一起探讨他们在吃的所有药物 我们就会讲一下 服用的是什么药物 因为什么病需要服用这些药物 还有药物方面 应该如何正确地服用 譬如有些药要空肚服用 有些药要饱肚服用 有些药物可能要吃了第一顿饭 接着就要服用 我们都会和他们讲解 还有如果我们有病人 用胰岛素笔 我们就会逐步和他们讲解 某些胰岛素是需要哪段时间 注射会比较有效些 有什么要特别注意 我们都会和他们讲解 而如果用那些鼻的噴霧剂 或者用那些吸入气的病人 我们都会特别教他们 哪些药是需要调校的 哪些药逐步都会解释清楚 如何用法 除此之外 我们都会和他们讲解 药物上的副作用 副作用就不是每个人 都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但是都要注意一下 有什么副作用发生了 可能代表药比较不适合你 要和医生讨论 可能要转过其他药 或者有些副作用 是比较紧急的 需要即时去医院 去看医生处理 我们都会教我们的会员 认识那些症状 我们更加会教他们 如何储存那些药 大部分的药 其实可以放在干爽的地方 远离这些直接的灯光下 但是某些药 可能要放在冷藏 放在冰箱那里存放 我们都会特别教我们的会员 如何存放药物 还有我们都会帮会员 看看药物方面 有没有有相互影响 药物之间有没有相冲的问题 有没有药可能重复了 有没有一些如果是可以 效果相同 但是价钱可以便宜一点的药 对于譬如药物上 价钱上有负担的病人 会更加有帮助 还有我们都会教会员 除了食药方面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的病情 譬如高血压 高胆固醇 糖尿病 痛风那些病症方面 很多时候可以是 食药方便可以控制的 我们也会教他们 还有我们最后都会教会员 如何判断药物有没有效 究竟血压要低到多低 才算是有效 首先多谢Benedict 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 在广告之后 我们会继续请Benedict 跟大家解释这些药物 当时他有提到的 所谓的双葱 或者吃药过多 会不会有副作用 我们广告之后再见 欢迎回到温馨全晚间 我们今天探讨的润物治疗管理服务 Benedict 刚才有提到 吃药时最怕有副作用 而且药物可能会相冲 说起这个副作用 一般常见的副作用 会有症状或是怎么样的呢 一般普遍食用的副作用 通常都会有点头痛 嘔作闷 例如刚刚新开的血压药 副作用可能会有点头昏 但很多时候副作用是很轻微的 是未必需要转弱的 例如开始食用新的血压药 身体未习惯你的血压降低少少 但过一两个礼拜之后 身体习惯了 其实这些副作用的症状会散 所以这些就不是太需要关心的问题 但如果严重的副作用 例如身体红疹 口肿面肿这些 可能对药物上有敏感 这些就要立即去医生 去医院处理 就要停止药去 而且药物上有双充的问题 我们做这个服务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你会员吃的药 都会打在电脑上 然后逐个药逐个药查一下 有没有互相影响的问题 有些可能血压药 会令到你的血糖升高 有些可能会把你的血糖降低 这些也不算是大的双充问题 因为这些药是长期性的药 吃久了 自己身体会习惯了 以及医生会帮你慢慢调药 所以这些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我们也会帮你查好 但如果真的吃到反应很大 不是一半小小的痕迹 整个人痕迹了 这些可能会有问题 是的 就要立即和医生讨论 而且好像说 你们和病人说完之后 你们会传一个表 是中文的给他们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是的 我们每次做完这个服务之后 就会寄回一份报告 中文和英文的翻译好 寄给会员 主要我们就会写回 我们所在这个会谈之中 所提及到的 有什么问题要注意一下 有什么副作用要注意一下 那些药怎么吃是正确 药物上有什么是严重的 要立即去医院那方面处理 我们都会填好 寄回会员 因为怕他们回到家 有时候可能漏了 有些东西不记得了 还有我们这份报告之中 都会有个叫做药物清单 写下会员 所有的药名 如何吃法 什么原因 哪个医生开 这些资料填好 写在上高 就是让会员自己保管 怕他有什么事要住院 入急症 医院很多时候 不知道他在家吃什么药 可以带来给他看 会更安全 或者去看不同的医生 也可以带来 可以减少医生 可能重复开药这些危险 听起来 你们这个服务 真的非常有用 尤其是对我们的新移民 讲中文 很多时候 我都说了 那些药是英文 连名字都不会读 何况 你要搞清楚 哪个药是什么作用 尤其是年纪大 或者什么人士 可能长者 可能真的 不太清楚 哪个药是什么 其实 什么人可以加入 你们这个服务呢 我们其实是 欢迎任何人士 我们的会员 想加入 都可以打电话 给我们的会员部 参加 但是 我们特别鼓励一些 那些吃得多药 有多种慢性病的会员 更加参加 例如 如果吃多过八种药 还有多过三种 慢性病的会员 尤其是 可能之前有心脏病 有高血压 高胆固醇 糖尿病 呼吸系统可能有问题 例如 慢性阻塞性肺病 烤喘病 抑鬱症 老人痴癌 或者是 内风湿关节炎 或者 骨質疏松 至少有三种 刚才说过 慢性病的会员 和吃八种药 我们也有积极地寄讯 打电话给他们 和他们预约见面 说起这个见面 你说差不多半个小时 是否他们一定要去到 你们服务的地点 还是怎样呢 他们不一定要来到 835Pacific街那里见面 如果行动不方便 我们都欢迎在电话上 大家讨论也可以 可以在电话中谈也可以 但是你们之后 都会发送个表 对 你刚才有提到 你们835Pacific 这个是否你们 华人保健计计划 所在的地点 主要我们是 用这个地点 用来和会员见面 我平时 通常都会在 Grand街的办公室 两边都会在 两头走 但是我们觉得 Pacific街 比较是华人浮的 中央方便会员多些 通常都会在那里见面 即是你两边 Grand街和Pacific 但是全部都在 三藩斯堂人浮 是的 目前都是在那边 但是可以电话预约 那电话号码呢 如果想预约的话 如果是我们的 华人保健计划的会员 看看他们有没有提供这个服务 好的 谢谢Benedith 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 另外一段广告 在广告之后 我们会更加了解这个 药物治疗的服务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一会见 欢迎回到温馨全晚家 那我们今天探讨的是 药物治疗管理服务 Benedith 你刚才说了 药物治疗管理服务 即是你们所提供的各种服务 其实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我们这个服务的重要性 就是帮助会员更加认识 他们服用的药 知道服用药物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正确服用药物 我们希望是经过这个详细的解释之下 就可以化解一些对药物上的误解 希望会员是会真的跟着医生所指示的 正确服用药物 还有我们都会帮会员查一下 他们有没有说 刚才说过那些药物相冲的问题 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 有没有说那些药物可能重复了 因为很多病人会看不同的专科 或者不同的医生 医生的方便可能不知道 另一个医生可能已经帮你开了某一只药物 就可能会有重复开到这样的药物 我们一次过帮你看药物 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还有都会帮会员找最实惠的药物 让他们不会负担太重 还有解答他们对药物上任何的问题 这个就真的很重要 最后那个点 因为真的可能很多人会有很多问题 而且你提到 刚才就是说很多时候 人们对药物有些误解 那常见的误解是有哪些呢 我们经常见到的误解 有很多病人来到都会说 我听人说胆固醇药吃得不好 所以我没有吃 其实胆固醇药是一个很重要的药物 尤其是如果你之前中过风 之前有心脏病 这些胆固醇药吃了之后 就会减少再次中风 再次心脏病这些危险 还有如果你有糖尿病的话 糖尿病人就会比平常人 中风心脏病的机会高出几倍 所以他们都需要吃这些胆固醇药 控制住血管没有那么容易 闭失没有那么容易有中风心脏病 虽然胆固醇药吃了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不知道身体有什么帮助 但是都要继续吃它才会安全一点 还有我们有些会员会说 吃药我一定要吃了东西之后才吃 我永远都不会胸肚服用药物 因为我怕伤胃 这个也是错误的想法 因为虽然是某些药吃了 如果胸肚吃了就会怕伤胃 但是某些药比如骨质疏松药 某些胃药是需要胸肚的状态 这样吃它才吸收得好才有效 那些就要特别的吃法 有些会员真的听医生说要胸肚吃 但是他们就是一日一次的药 就会起床吃了这种药 然后再吃早餐 再吃其他药 但是这个也是错误的胸肚方法 那应该是怎样呢 其实如果是要胸肚服用的药 的话通常你除了 例如一起床吃了它 你都要给这个药物 有胸肚的状态之下去吸收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要胸肚服用的药 我们都会说要饭前半个小时 有些可能还会更长一些 例如一起床吃了这种药 等半个小时后再吃其他早餐 其他药来给这个药物有时间去吸收 还有有些人就会说药物是毒来的 很多副作用 就是很多化学东西 很多化学东西 不应该吃的 但是其实如果医生判断到 你觉得你是需要服用某些药的话 吃药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副作用 不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你的药没有试过的话 可能你担心的副作用 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反而药物的好处会更加大 所以我们都鼓励病人 如果是医生开的药 就要继续吃 如果遇到副作用 就记得和医生讨论 是否药物不适合你 你刚才提到很多时候 人们怕药物吃得太久 可能会上瘾或什么 很多时候有些例子 比如说吃抗生素 有些人觉得我吃吃吃吃吃 好像我可以了 没有什么事 我就停了 是不是对了 这个也是错误的做法 因为抗生素方面 要吃完整个疗程 才可以帮助你 虽然你可能吃抗生素 如果开了10天 吃到第5天 已经觉得很舒服 病已经好了 但可能身体内的病毒 已经只是减了一半 但你没有完成整个疗程 吃法的话 那另一半的细菌 可能很聪明 会懂得变种 你之后那个病 可能医疾都医不清 听到你们提供这个服务 就真的非常之好 亦都可以真的帮助病人 对这个CCHP来说 你们提供这个服务的原因 是否就是社会服务呢 是的 我们想提供这个服务的原因 就是想我们的会员更加了解 他们吃药的情况 更加跟随医生指示 正确吃药 而且我们都想 某一些病人 吃了药之后 是对他们的病情有帮助的话 我们想他们之后 就不用经常进出医院 对 不用怕病情再恶化下去 好 我们多谢Benedict 我们现在就进入另外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会继续讲解 现在常见的一些药物的中毒问题 我们一会见 欢迎回来欢庆全晚家 来到节目的尾声 Benedict 你刚才说的这个服务 听到真的很好 目前使用这个服务的人多吗 我们去年都有帮超过400个会员 单独帮助他们认识他们的药物 很多人喜欢参与 很多时候病人的反应如何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服务很好 对他们很有帮助 还有他们会觉得很少有医护人员 会花这么多时间和他们讨论他们的药物 还有他们会觉得这个服务之后 改变了他们吃药的态度 对他们服用药物方面更加有信心 更加安心地照着医生教服用药物 即是不会担心有副作用 说起这个副作用 说起这个药物中毒 最近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新闻报道 经常都说 美国人因为服食过量的药物 很多时候死于食物中毒 在华人社区这个问题是否严重呢 其实如果是根据医生教的方法 来服用药物 这些服用药物过多 而死于中毒这些问题 不是太大 只要你根据医生教 这样服用药物 不要服用得过多 还有有什么问题 要懂得立刻和医生联络 这样都会很安全的 服用药物方面 所以就变了找你们药剂 就很紧要了 这半个小时的谈谈就很紧要了 就防止自己过量服用药物 另外的新闻报道也有说了 最近很多人过量服食药物 其实药物是什么 Opioi的中文应该是鸦片 通常是医院医生 会开含强力的止痛剂 就会有Opioi的成分 但是Opioi的成分 除了会帮你舒缓你的痛楚 都会把你自己的感觉会好些 但是吃得多是会有上瘾这些危险 所以如果通常我们看到 我们的病人有吃开这些Opioi的话 我们都会跟他们说清楚 这些药物是痛得很厉害时才可以吃 就不要说平时日日定时吃 因为如果你的身体依赖这些药物 想要之后想戒的时候 就会很困难很辛苦 但会不会像你刚才说 上瘾整天长期 尤其是好像现代人 吃很多止痛药物 医生开的那种 但普通over the counter 在外面买的药物 就没有这个问题 是的 如果在外面买的止痛药物 是没有Opioi的成分 因为Opioi 现在我们是管得比较严 通常在药房里 医生开了拿药物 也要出示你的计划 记录好才可以拿到 即是他怕别人濫用药物 你刚才说到长期服用 就会上瘾 但如果上瘾之后 是否药物需要越来越重才有效呢 是的 如果真的上瘾的话 有时药物要越来越重 如果需要戒的时候 要跟医生很亲密合作 慢慢才能减少药物 否则会很辛苦 有头晕 作呕 整个人很不舒服的症状 会这么严重 说起我们这个温馨传万家 每一期的特色 我们的嘉宾会给我们一个温馨小提示 麻烦你说一下你的温馨小提示 我的温馨小提示 正如我们每一年都会去医生做一个身体检查 如果你吃很多药 都需要做药物上的检查 而你的药剂师等于是药物上的专家 他们可以很有效地教你如何吃药 如何吃得正确 所以我们鼓励 如果是会员的话 就联络我们 让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时间 跟你见面 和你讨论你的药物 否则会员就去附近的药房 和药剂师谈谈 那您就说 医生检查是一年一次 你们和你们谈谈是否一年一次 我们主要最少一年一次 如果某些会员想再跟进的话 我们都可以再设置时间和他们一起谈谈 那在节目结束之前 麻烦您说一下你们的电话号码 好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88-775-7888 我们多谢Benedit 正如Benedit所说 大家如果想清楚了解自己 到底在吃什么药物 和确保药物没有副作用 或者没有冲突的话 就记得 约他们东华医院 CCHP的药剂师跟你谈谈 他们预约可以有半个小时来谈 有足够的时间 我们今天温馨全晚家的时间到了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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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